有億萬富翁的年度名單 黃仁勳因為AI熱潮 以770億美元 成為華人首富 全球排名第20名 至於台灣最強富人 是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身價高達110億美元 不過我們還要持續關注的 就是花蓮地震後 多間飯店也暫停營業 何時才能回到花蓮旅遊 觀光業界就評估 至少要等到兩到三個月 才有可能恢復榮景 更多詳情交給記者 李傑帶我們瞭解 花蓮發生大地震 嚴重衝擊到今年的清明廉價 也包括在花蓮地區的觀光熱潮 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發生上這樣的狀況 很多旅客根本就沒辦法到花蓮 根本不用說到那邊來旅行了 我們來看一下遠修海洋公園 這次遇到這樣的狀況 他們是閉圓一個星期來做檢修 不過遠修的越來大飯店 他們在經過檢查之後 發現沒有太大的問題 目前還是正常營運 但是還是開放旅客 是可以無條件的來退廢 不過其他的一些飯店 他們就有些不同的因應狀況了 我們首先來看太魯閣精英 可以看到他們在4月3號到4月7號 也就是這次清明雷假期間 是直接暫停營業的 而像這樣子暫停營業的 也包括了漢品飯店 而另外可以看到是 福榮大飯店在4月3號開始 是可以退廢或者是要延期 而開放延期的還包括理想大地 也是可以退廢可以延期三個月 那就有一些觀光業者他們就想起 這次發生地震之前 花蓮發生大地震的時間 就在2018年的過年 當時在這個過年期間發生大地震 也嚇壞了不少的居民 也讓非常多的遊客害怕到花蓮 也導致說出現非常嚴重的退房潮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發生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大概是兩三個月之後 遊客才會慢慢回流 因此有一些相關的旅遊業者 他們就目前是預估 有可能要等到暑假的時候 才會看到一些遊客重返花蓮來玩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交通也是面臨到非常大的問題 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觀光人潮 其實恐怕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只是更多人關注的是 天王星還有北冰街的房屋 嚴重傾斜 住戶受困 醫師蘇一峰就分析 近年來因為地震倒塌的大樓 都有兩個共同點 是什麼呢 繼續請教李傑 花蓮強震 雨震不斷是嚇壞了 不少的居民也讓到花蓮旅遊的旅客 是非常的害怕 我們來看一下非常嚴重的 也就是天王星大樓了 它的屋齡大概是38年 沒想到這次是嚴重的傾斜 我們來看天王星大樓 已經傾斜了6.5公分 目前是至少6.5公分以上 現在消防局就表示說 如果它傾斜的幅度 已經達到8公分的話 就有倒塌的危機 我們來看現在就有一名醫師 蘇伊峰醫師他就提到說 像這次天王星大樓 還有之前倒塌的大樓 或者傾斜的大樓 都有幾個共通點 第一個就是他們一樓支撐的牆 是很少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天王星大樓 它底下是屬於大三角窗的 而另外在之前傾斜或倒塌的飯店 也包括像是統帥飯店 圍觀大樓 還有雲門翠堤 尤其可以看到這個統帥飯店 他們下面的支撐 其實沒有完整的牆面 而在圍觀大樓底下一樓 現在也是這個商場的狀態 其實也不是牆面來支撐 是用柱子來支撐 而雲門翠堤其實也是相關的狀況 因此醫師就提到說 一樓支撐的力量是少的 而且他們沒有用牆支撐 是用柱子來支撐 其實不是這麼的穩固 而且上面負重的樓層也很高 幾乎都是7到10樓甚至以上 所以當這個大地震來襲的時候 下面支撐不住 上面也有這麼多的樓層的話 其實壓力是滿大的 因此他提到說 牆震來襲下面的柱子 就容易會軟腳 因此也提醒說 如果有些居民現在發生像這樣的狀況 趕快回去檢查一下 你家的房子是不是類似的情形 萬一遇到大地震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非常的危險 所以很多人就聯想到 2018年2月份花蓮大地震 當時造成了統帥飯店 雲門翠堤等等的樓房嚴重傾斜 所以專家就點出關鍵原因在底層的軟弱層 八層樓的建築物一樓塌陷整棟45度傾斜倒一邊 佈置花蓮 宣源路 中山路也同樣有房屋傾斜 4月3號上午發生的規模7.2大地震 花蓮再度傳出災情 回顧2018年2月6號鎮央同樣在花蓮近海 這起地震 當地銅衰大飯店 雲門翠堤等四棟樓起斜 專家分析會有如此嚴重的狀況 和建築結構本身脫離不了關聯 一樓的地方有所謂的軟角 軟角下 它的相關的樓空跟這些相關的連結的 這些牆壁跟磚牆的這個部分 還有前面可能就是一根柱子 上面可能比較重 下面可能感覺比較輕 所以只要搖晃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整個重心 會在上面搖晃 下面的柱子就可能很容易斷掉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花蓮的傾倒的房子 也是把前面的柱子壓斷的 往前面跪 跪掉的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有若程的存在 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其實以前一定有地震 也有相關的結構已經損傷了 點出相同特性都是頭重腳輕的樓房 可能是一二樓無法承受地震的晃動 也就是俗稱的軟角樓 難以承載上面樓層的重量 因此從上往下壓 1999年的這個極其大地震 到這個105年的這個美濃地震 到107年的這個花蓮地震 乃至於我們這次電子都可以看到 這種損壞像就是若程 那若程就是所謂的軟腳下 全台灣30年以上的這個老舊建築物 好幾十萬棟 那這麼多的這個建築物 在那個時間它的耐震設計規格 沒有像我們現在這麼嚴謹 921大地震之前 法規對於建築物的耐震程度 並沒有嚴格的規範 尤其全台灣25年以上的建築物 就有高達68% 甚至在台北市更高達了79% 也因此在強震之後 建議要對家中進一步的檢視 確實政府有在推都更 但法律規定和實質利益等 考量因素非常多 導致推進速度很緩慢 偏偏地震何時來又難以掌控 技師工會也不斷呼籲 先做好房屋的自我檢視 那些舊大樓經歷過這些中小型地震 其實裂縫各方面很多 石川掉落問題也很多的 它就很明顯的告訴你 它的體質特別差 那像這些建築 我們就要特別去注意 可能真的該走圍繞杜根了 如何安全檢查有三個步驟 觀察整棟大樓外觀 有無異常傾斜或呈現 還要檢查門窗有沒有被擠壓變形 牆壁 柱 樓 板等有無裂損 再來特別要注意的是 一二樓柱子有沒有嚴重裂縫 或混凝土被壓碎剝落 甚至鋼筋外露的現象 尤其一樓如果是開放空間的挑高大樓 或被改建為超商大型賣場等 要特別檢查 當然並非所有牆面上的裂縫 都需要擔心 主要要看撐起結構的梁柱 是否有受到地震影響 或是看牆面大約25公分後的 潛力牆是否出現斜45度角的裂縫 若有的話代表結構可能受到地震破壞 不及時補牆 未來再遇到強震裂縫膠擴大 難保不會釀成梁柱斷裂的嚴重狀況 有那種斜線45度角的 或是那種打叉形的 或是說你每一個柱位 整個社區的柱位 你發現好像每一個梁的 裂的方向都是一致性的 那個就是會我們整個結構性系統 已經出問題了 從事這個所謂耐震標章的話 它可以允許業主有一個 百分之十的容積強力 那我最近聽說 政府要把這個百分之十的 這個容積要降到百分之二 那其實這是一種比較不好的做法 老舟建築並非就是圍樓 但以前法規確實較鬆散 耐震程度低的機率比較高 尤其地震造成的損害累積 得找專業的補強 檢視環節千萬別忽略 推表新聞廉志周宣台北報導 而這次的花蓮地震 其實日本也有感 當然也引起了日本氣象廳的關注 他們就判定這次花蓮地震 是逆斷層錯位造成的 跟今年元旦當天 能登半島發生的7.6地震 形態是相同的 所以更多詳情 繼續請李傑帶大家來說明 這次台灣發生非常嚴重的地震 也造成各地都有零星的災情 而在日本的氣象廳 他們也分析說 這次在4月3號發生的地震 有可能是屬於 逆斷層型的地震 而且他們也想到說 這個跟他們上次在1月1號 能登半島發生的這個強震 是非常的相似的 當時發生在能登半島 跟這次發生在花蓮的狀況 是相當的雷同 而他們判斷說 有可能是屬於逆斷層的地震 而逆斷層地震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當斷層出現倾斜的時候 兩次的岩層 比較淺的部分是屬於上層 比較深的部分是屬於下層 如果上層的話 往上擠壓 往上推擠 就是屬於逆斷層的地震 我們可以知道在台灣的部分 是屬於菲律賓海板塊 還有歐亞大陸板塊之中 這次他們就分析說 有可能是海洋側板塊下沉 與陸地側板塊擠壓所造成的 而根據日本當地媒體的報導 他們是表示 這次地震有可能是海板塊的影響 我們來看 在日本的地震調查委員會 他們也分析說 在沖繩雲大國島附近 如果發生規模7地震的機率 來到了90%以上 另外在日上灘 也有80%的機率 有可能會發生強震 而這次發生在4月3號的地震 其實陸陸續續 也有一些愚症發生 現在日本他們也不敢掉以輕心 也不排除 有可能會發生強震的狀況 隨時都要戒備 小王掌握更多新聞資訊 歡迎可以拿起手機 來掃描這個QR Code 就能讓你消息播放 其實台灣就位在太平洋火環帶上 本來地震就頻繁 加上近幾年來 規模比較大的地震 幾乎都發生在這個區域 由於最近海底發生地殼變動 所以專家就特別警告 未來一週內可能還是會繼續發生 相同規模的餘震 要有防災意識 不顧三個月前 日本石川縣強震的畫面 還歷歷在目 這起規模7.6的地震 是能登半島有記錄以來 最強烈地震 還引發海嘯災情 當時重災區石川縣污垮一片 造成200多人死亡 只是地震說來就來 真的難以預防 4月3號清晨輪到台灣 地牛翻身 日本氣象廳表示 台灣這次地震 跟能登半島強震一樣 都屬於逆斷層地震 即使不論台灣還是日本 都位處太平洋火環帶 本來就是地震最頻繁的地方 太平洋火環帶 呈現馬蹄形 從紐西蘭一路往上 連接日本跨過白麗海峽 最後往下延伸到南美洲尖端 這裡不只有高達452座的火山 全世界90%的地震都發生在這裡 這是太平洋海嘯中心統計 1901年以來地震爆發地區 與強震引發的海嘯模式 畫面中紫色如噴發狀的水流 就是海嘯蔓延範圍 當中最為人所知的 當然就是2011年的日本311強震 實際回顧這幾年 比較知名的大地震 包含去年11月17號 菲律賓明達納爾島的大地震 當時強震規模達到6.8 以引發民眾尖叫逃竄 卻沒想到這之後 該區漁震不斷 甚至到了12月2號 又發生另一起規模7以上的強震 並釀成海嘯 不過在火環帶上 海嘯也可能有火山爆發引起 最知名的就是2022年1月 東加的海底火山噴發事件 衛星拍下恐怖大爆炸 當地一座火山島 甚至因為爆炸威力太強 從地表消失 火山爆發引發的海嘯 最後一路直達 阿拉斯加州 日本和南美洲 隔年3月厄瓜多也有強烈地震 嚇壞電視台主播林國秘魯 同樣地震頻繁 2019年曾發生過規模8大地震 幸好正央在人煙稀少區 才沒有釀成嚴重傷亡 而火環帶最北端的阿拉斯加州 也無能幸免 經常有強震發生 分別在2018年和2023年 發生過規模7以上的地震 花蓮強震後 海岸山脈出現多處崩塌 今年才進入4月 台灣的強震已實際日本能登半島之後 火環帶地區規模第二強的地震 預估後續余震還會持續一陣子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觀眾朋友 您好